大家理想中的时薪是多少 每小时100美金 甚至超越律师牙医 这些所有人眼中的高薪工作 直达三四百倍小时的收入 其实这些薪酬 在一份工作的收入面前 简直就不值一提 并且这份工作啥都不用干 只需要躺下45分钟 配合着笑几下 1000美金轻松到账 除此之外 这份工作还特别针对华人群体 尤其是刚刚出生的强宝中的萌宝 这到底是什么神仙工作 咱们今天就来看一下 根据美国好莱坞放出的消息 目前亚裔和飞翼宝宝 在广告界相当稀缺尽俏 可以说比白人宝宝需求量大很多 有了这个前提 那这些少数族裔的婴儿幼儿身价 可谓是暴增 于是这些还没有学会走路 就开始混迹好莱坞的宝宝们 一天只需工作45分钟 躺着笑一笑 就能有上千美元进账 这不正是躺着赚钱的最好诠释吗 要说为什么影视圈 开始追逐这些带着黄董人 或者黑人面孔的宝宝呢 深究其背后的原因 没错 就是目前美国社会 政治正确的大环境所致 虽然政治正确是种抽象的观念 多致在言辞行为政策中出于顾忌意识形态 价值观和舆论压力 进而以某种观念为优先的自我审查意识 通常一直避免对社会某些群体造成冒犯 然而美国社会在这种氛围下 华人演艺工作者透露 主流广告圈也开始越来越重视 出镜演员肤色的选择 这也就造成了目前亚裔和非裔的宝宝 在广告界更加受欢迎 而跟非裔宝宝相比 亚裔宝宝更加人以惜为贵 所以才能得到如此可观的信仇 华人业者Selena是广告导演 她表示 现在非裔和亚裔宝宝是广告商的宠儿 不仅酬劳更高 且因为疫情关系 亚裔宝宝比其他族裔宝宝更难找 一般广告主需要寻找几个月大的婴儿 像她之前拍摄一个幸运卡广告 故事是从求婚到结婚 搬家到生子阶段 因为演员是亚裔 所以婴儿也必须是亚裔 他们找了很久 才找到一个合适的亚裔宝宝 因此开价也更高 她说 或许有专门接下宝宝的经纪人 在他们当时动用了很多关系才找到 通常规定宝宝一天 最多只能工作45分钟 他们付给宝宝每天的薪水 大概是1000美元 因为这个广告的宝宝戏份多 拍的时间比较长 最后付给了这个宝宝上万美元 如果是通过亲朋介绍的宝宝 在预算允许的情况下 还会付的更多一些 当然 如果是拍电影 日薪单价会比广告稍微低一些 但因为电影的工作时长通常较高 所以宝宝最后的收入也是相当可观 听到这里 大家有没有心动呢 是我纷纷打算 让自己的宝宝也去露个脸 出个劲 赚个盆满钵满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宝宝拍摄的时候 一般都有什么要求吧 毕竟是几个月大的婴儿 想让他们来配合导演 那基本就是天方夜谈了 所以根据拍摄的需要 只会让宝宝做一些常规的动作 比较常见的是要宝宝笑 爬洞 或让宝宝拿一些东西 比如产品 这种情况 会用宝宝喜欢的玩具诱导 他去抓 然后再将产品剪辑在一起 那什么样的宝宝最受欢迎呢 Celena说 愿意配合的宝宝最受欢迎 比如需要笑时就不能哭 宝宝的长相 则要看广告商和导演的审美 比如有的特别喜欢卷毛宝宝 其他只要符合剧情就可以了 宝宝在片场是演员 不能当他是宝宝 Celena说 宝宝出场之前 导演助理会告知大家 宝宝就要来了 保持安静 拍摄时 打板也不能很用力 拍摄时也不能触碰宝宝 如果有人因为看见宝宝可爱 就触碰或提出和宝宝合影 就会被看作不专业 下次就不会得到工作邀约了 所以由此可见 专业的就是专业的 对这些小演员的保护 都是全方位的呀 那要是按照这个节奏下去 岂不是为了政治正确 让本来战绩演艺圈的白人群体 纷纷失业了吗 Celena说 好莱坞坚持政治正确 选择有色人种 成为演艺圈的一种默契 他有一个拍广告的白人演员朋友 已经搬回了老家印第安娜 当时他这个朋友说 试了很多镜 但对方只要非裔或者亚裔 现在就连超市尿不湿产品包装上的小孩 一般也都没有白人了 拍广告 大家都很有默契的找有色人种 扮演他们的婴儿 自然也都是有色人种了 其实从好莱坞开启的一系列 关于种族歧视的运动 相信大家早有耳闻 只不过现如今这些政治正确的规则 从电影已经辐射到了全影视行业 展示量巨大的TVC及平面广告 自然也逃不过这一宿命 不管怎样 大家看到这个时薪过千 且毫无难度的工作机会 是否多少都有些心动呢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